以阿弥陀佛书生光明 极勤敬古 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 金刚铁尾 大小珠山 江湖丛林 天人宫殿 一切境界无不照进 这就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 苏婆世界的摄法界 全都照进了 摄法界 不是同一个空间为此 我们见不到 我们能见到的 这是人道 与我们同一个空间为此的 出生道 要知道出生道 还有许许多多 跟我们不同空间为此 我们知道 与这些名字 没见过 比如龙 没见过 麒麟 我们没见过 那为什么 跟我们空间为此不同 不是没有 真有 有特殊缘分的人 他就会碰到了 我小时候 应该是六七岁 祭祀了 我叫大龙 现在什么呢 现在天上云端上 我们的一个村庄的人 各个人都看到 但是没有看到龙头 龙头被云遮起来了 龙的身跟尾巴 很久 我们乡下的老人说 这个龙大概犯了罪 被上帝惩罚 露了一个尾巴 让我们看见 被处分了 夜神就看这一次 以后再没看见 那么我听齐苏平 居士告诉我 他住在东天幕上 有人见过龙 天幕上有两条龙 有个白龙黑龙 都有人看见过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就是特别有缘 这是不同维持空间 有许许多多的出身 还有很多 我们连名字都不晓得 那么鬼道 不同空间 地狱道 不同空间 往上去 天道 不同空间 天 太多了 遇见有六层 大分 细分 太多了 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突破 空间维持 我们所见的境界 完全不一样了 什么方法突破 禅定 禅定为什么突破呢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性 我们 障碍就是分别 执着 所以见不到了 禅定当中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空间维持 都不禅 禅定越深 见的 见的就越过 看的就越多 所以 佛 自信 本定 他也能够修成 修到这个境界 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 何其自信 本物动有 那就是自信 本定 禅定功夫 达到 顶顶顶 就是入 自信 本定 入自信 本定是 变法界 修空间 万事万无 你全看见 没有一样 看不到 所有空间维持 不存在了 是这个境界 我们这一生 能不能成就 念佛就能成就 不念佛 你要修到 八地 你才能见到 大神经常说 八地以上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九妙九 他们没有障碍 全见到 七地以下 还见不完全 八地是圆满见到的 由此可知 这一段事情 是四十真相 不是释迦牟尼佛专利 八地 以上 一共是五个阶级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九 妙九 这五个层次的禅定 统统见到 四十真相 我们不修净土法文 得不到阿弥陀佛的价值 要靠自力 修到八地 不容易 要修好长好长的时间 如果修净土法文 只要往生 几六十七 哪怕是 凡圣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 你一度有能力 见到 这是什么原因 阿弥陀佛 本月为生 价值 让你见到 本月为生 价值 到底是什么个道理 总得有个理 没有理由不相信 道理就是 你本来是佛 不过现在是迷了而已 阿弥陀佛 加持 还是你本能 其作用 要明白这个道理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佛法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 法门 平等 无有高下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全跟你讲平等 你要没有信 这个信德 佛加持 你没有处 你也讲 你有我 不是没有我 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为生就加得上 在这个世界 想加你 加不上 为什么 烦恼太多了 妄念太多了 咋念太多了 这个是障碍 所以学佛要知道 妄念越少越好 咋念越少越好 佛未必 清净心是阿罗汉 平等心是佛 心清净平等到极处 六根基础六成金结 根本就不起心 不懂你 那就成佛了 那你就见到了 你的障碍完全没有了 好